吃肉今天吃不了白的 咱们吃饼吃白的 一口酒一口饼 哇 这个酒太香了 兄弟们 这就是西安晚上最热闹的夜市 没有之一 咱们随便吃点 走着 到了 就是这家 人张家仪都吃过了 要一个很大洋血 一个磨 再要一个洋血和落 洋菜要一个 辣椒香菜葱花 也绿也辣 天哪兄弟们 你看一下西安这个土下 真咸意 老板给了两个磨 还怕我一会儿不够吃 如果有花生米 就已经可以开喝了 我这免绿 免辣 没有把我封出去 不让我吃 那我们找地方坐吧 看这市井气息 这个天气特别适合 坐到马路边喝点 哇 上菜速度有点快 黑压压的一碗 只能看到全是胡椒 兄弟们 这个是粉丝羊血 你们要是泡馍的话 你们就吃这个 你们不想吃馍的话 你就吃这个 因为像河洛也是主食 陕西主打一个主食配主食 汤水配汤水 我本来还想先 就着下酒菜 喝点小酒 这个有点烫啊 我们先开酒 其实不知道 以为我拿着花瓶出来了呢 瞬间它有点高级 显得我的碗有点吐气了 这个酒可是很有来历啊 这个是金沙酒 跟四川宋寺博物馆的一款联名款 你知道这个瓶子可是摆在宋寺博物馆里的酒 这个瓶子是九一年出土了之后呢 是被列为一级文物 喝完之后啊 这瓶子千万别扔啊 太好看了 可以插花 可以摆柜 拔不开了 手滑怎么办 这不能用牙咬啊 好着急 哇 好香呀 大曲昆沙的那个香味已经出来了 你看这个瓶子没有那个盖子之后更好看了 这给我的碗好配呀 你说古人这么倒酒啊 还是挺霸气的啊 太香了 哇 你看这个小酒花 不散啊 兄弟们 先干拿一个 花生米我都不吃了 好香 入口又柔又轻又顺 焦香感和那个大曲昆沙的 鱼香和凉香特别浓郁 这个酒感不用旧菜 我都可以喝二两 开始干饭了 高低咱们要配一个碳水 泡进去 不用掰太小 随便泡啊 这粗犷怎么来 其实我嫌它碍事 咱们就这么着吧 尝一尝啊 它那个麻味和那个胡椒味 没有那种水的腥味 虽然我这个没有辣脏 但是也是可以入口的 来一口粉丝 料还是挺重的 如果你们有喜欢 加绿的加辣的 你们可以把这些东西往里放啊 我就不要了 我有酒就行了 咱们就一口酒 一口饼 这好歹也是个白的 吃肉今天吃不了白的 咱们吃饼吃白的啊 一口饼一口酒 哇 这个酒太香了 我的饼被泡泡了 大口吃点 这个饼 却加这个羊水 应该还挺好吃的 最后一口啊 拿它一起一起 干嘛 这个酒喝起来 跟洗酒 摘药茅台不太一样 茅台和洗酒 包括高端的摘药 它是一入口 那个酱香味就炸开了 喷香就出来了 这个金沙的宋慈梅皮 它很温柔 它像一个千千君子 入口的时候 它一点都不辣 它在入口的时候 缓缓的在你的嘴巴里面 慢慢的爆开 焦香感取良香 一点都不差事 你再咽下去之后 你打嗝都是香的 太棒了